而这一期深夜大火市长卫家宴 7号的上午是特别前往新建街59项 关心火灾后的受灾户 除了是自政卫问津 也呼吁市民朋友 要注意家中老旧电线和电器用品的态患与安全 以免再次发生火警事故 损害民众的生命财产 市长卫家宴7号上午和市劳客 及国行理理长及理干事 前往建新建59项关心火灾受灾户 并且进入屋内了解火灾发生的状况 要用酒精然后这边就烧了 市长也致政卫问津 并且呼吁市民要加强防火安全观念 今天到我们建新街 我们火灾的受灾户这边 同时也是我们公所的同仁 今天也来现场关心卫问 来了解一下情况跟状况 那在这边也真的很感谢我们消防救灾人员的辛劳 昨天晚上那一直持续了大概一个多钟左右 那也让附近的居民也担心 那在这边也要呼吁大家 其实大致上的一个起火的一个状况 可能是不排除是电线的问题 那在此也要跟我们所有市民说 我们所有的延长线 还有包括一些充电线 可能都要注意 那如果有老旧的家居 或是一些线路 近期可能的就来做胎患的动作 以确保火灾的一个发生 市长卫嘉燕也表示 任何花莲市发生的急难事件 施工所和里长及里干市 都会给予及时的关心和协助 希望可以守护乡亲的安全生活 借路会幻视报道